字幕志愿者 新春燈會點燈儀式 宣告新出活動正式開跑 上午市長林雅醇 市民代表會主席林協松 及多位市民代表與里長 共同為活動宣傳 新啟動 2017經濟暴行 閃亮啟動 今年的新春系列活動 就在1月25號開始 那晚上有個點燈的儀式 那也這邊邀請大家7點 我們這邊就有一些活動 可以讓大家來參與 那之後就開始7點半點燈 那點燈完之後 同時我們來送今年的福氣蛋給大家 希望大家今年福氣滿滿 市公所新春燈會 從1月25日晚上點燈後 會議一直持續到2月5日 除了典藏去年桃園燈會約50座花燈 也獲得多家民間企業 贊助了30座花燈 再加上學生彩繪製作的燈籠 將台塘街打造成夢幻花燈成功 民眾欣賞 林雅淳表示1月30日大年初三晚上7點到9點半 更將舉辦新春晚會 邀請知名歌手黃飛 福瓊音 王大文 林良歡 許舒豪等藝人輪番上陣 陪伴民眾嗨番新春夜晚 晚會卡司是在1月30號晚上的7點半 那我們有邀請了我們的王飛 這個很會唱歌的一個 堆堆堆的那個王飛的歌手啊 那還有林良歡 那還有一些樂團 那還有我們的一些比較有 據年輕人喜歡的這些歌手啊 都會在現場 那所以呢1月30號邀請大家 所有市民一定要來看晚會 然後一起來這邊吃喝玩樂 然後看燈會 林雅淳表示 新春市集開市時間 從1月26日到2月1日大年初五 每天早上9點到晚上11點 除了有上百攤的地方美食小吃 還有小朋友最愛的遊戲區 歡迎民眾利用春節連假來賞燈會 逛市集歡喜過好年 評論新聞張如玉魏德韋採訪報導